好 下面我们要来连线新华社巴黎分社的记者郑斌 郑斌你好 主持人好 目前这名受伤的女学生 她的身份有没有确定 她的伤势怎么样 受伤的身份呢 还在确认中 中国中外司管 这次保持密切关注 承诺第一时间通知 中国驻法媒体主持人 确定她是 在法留学的一名中国籍的女学生是吧 我们刚才跟使馆联系了一下 他们正在对此进行调查 没有准确的消息 好的 那么之前伊斯兰国已经宣称 认领了这次巴黎袭击的恐怖事件 那么法国媒体对此有哪些分析和评价呢 法国的电视台和主要报纸 对这次袭击 进行大量报道 然后呢 法国媒体说 事件对法国社会有巨大震动 可以把它看作法国的 911事件 亲密袭击者中呢 至少有一人是 土生土生的法国人 他是有激进思想 此前被国家安全部门关注 被为重点监控对象 然后呢 法国总统奥朗德14号说呢 这次袭击是在国外策划 在法国有共谋 媒体分析说呢 法国的移民政策比较宽松 大量背景复杂的移民进入法国 其中一部分很难用的社会 造成安全隐患 法国报纸还说呢 法国在中东等地区 实施高调的武力干政策 是遭致恐怖报复的原因之一 因为这几年 法国在利比亚 伊拉克 叙利亚动用武力 战机进行轰炸 比较高调 因此引发中东地区的一些 恐怖组织的一些仇视 此前引进一些法国利益 遭到损害 遭袭击 然后呢 法国进行宣布 戴戈勒号航空母舰 将从本月18号离开法国 前往海岸地区 参与打击伊斯兰国 集团组织的行动 总之 由于法国国内政策 国外政策 还有一些国内一些矛盾纪委 法国成为恐怖主义的 重要习近目标 特别是来自中东地区的恐怖组织 把法国作为重要习近目标 法国除了与恐怖组织 要建议斗争之外呢 恐怕也需要反省 它在国内外的一些做法 这样才能化解矛盾 避免以后发生重要袭击 给公民提供一个 和平安静的环境 我个人觉得呢 法国 包括法国媒体 还有些反思 就是说 法国是否应该改变 外交政策的干预主义 抛弃一些高端的做法 这样法国民的恐怖威胁 就这样小一些 法国还需要解决 国内的穆斯林问题 要改善其经济和社会条件 为融入法国 创造条件 法国还需要提高 本国的情报工作能力 加强与欧盟国家 还有其他国家合作 交换情况 这样的话 对一些恐怖分子进入本国 早先觉察 否则法国还会遭受一些袭击 因为此次 其他恐怖分子 在好几个地方 同时发动袭击 而且每人都有冲锋枪 都有炸弹 这个说明 法国情报部门 还是有一些工作失误 好的 好 谢谢新华社出法国的记者正宾 为我们介绍的 法国的媒体 对于这一事件的一些分析和看法 包括他从自身的角度 对于这事件的观察 谢谢 谢谢